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9月28号教师节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亥共创双赢 好 今天的台北股市 在大盘昨天反弹个一天之后 再度的下杀重挫 指数找盘开出平盘看起来还好 原本预估震荡整理 但是下半场又一路的一个杀低 收盘重挫了360点 以13,466点来做收 当然又跌破今年的新低了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担心 到底大盘要跌到哪里去啊 是不是这里要全力来做放空 当然更多投资朋友 现在很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这边又抱了满手的股票 现在看着越赔越多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 现龙老师之前再三的跟大家说 跟着我们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让你高枕无忧的最好操作策略 因为当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这样子赔钱 每次想要重压留仓跟他拼一把的时候 常常就碰到了美股的重挫 股价就这样直接跳空重挫下去 让你受伤惨重 你会发现你在那边重压想要留仓的时候 这不就更像是在做赌博的动作一样吗 那每次股价这样跳空重挫下去 到时候你砍也不是 怕砍了卖在阿呆股 哎呀好可惜 更怕的是如果你死报活报 看错不停损的话 不卖真的就不算赔吗 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啊 甚至融资断头出场都有可能 那甚至很多人做股票是有赚钱跑很快 套住才来报牢 到最后永远都是赚小钱 然后看错的股票 报牢牢的反而赔了大钱 最后满手都套牢 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在赔钱呢 如果是的话 这一波如果你又受伤惨重 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一直跟他讲 采取快打仓冲作战 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第一个 当FED在这里持续在暴力升息的时候 再加上厂商在消化库存了 而产能扩充竞赛带来的副作用 功过于求还没阵阵的爆发 全球经济在未来仍然有持续下滑的危机 你会发现这里就像我所说的 你在这里买股票爆波段 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 好 那再来你说这里融券放空 可是指数破底了 你才去放空 一个反弹也常常被嘎到断头 而且放空我也说过限制太多了 好第一个敌案我名 这个每次投股老师 如果大力放空一档股票 一堆会员都去空了 融券就暴增了 融券暴增的股票 处理发现就故意给你拉高上去 最后常常怎样碰到强制回补 就是补在最高档才开始跌啊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里跌破了新低才来放空 当然也风险非常大 那这时候我们采取有技术 重点是有技率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重操作 你会发现真的可以帮你用最小的风险 不敢说没有 但是风险控制到最低了 又能够发挥聚杀成塔的效果 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现龙老师仍然强调 这个阶段 如果你想要用最小风险 找不赚钱机会 单冲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今天该怎么操作呢 今天9月28号 原本现龙老师估计今天大盘开平 然后量缩震荡 但是后来大盘是一路的下沙破滴 那这两天当然大盘在下沙破滴 清洗融资符合 像前天融资一口气就大减了66亿 这样融资在大幅度清洗的时候 其实盘式都很容易出现 非理系的急速上冲下息 而一下子急杀 但是如果反弹也可能急速的拉高 形成所谓多空双杀的走势 这种状况 以这个正常的技术分析来讲 比较难找到符合条件 足够胜算的个股适合操作 我们就不会勉强在这个时刻 赚这个勉强来做出手 单冲作价我们就休兵一下 等待看绝的目标 再继续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现龙老师的坚持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做赌博的动作 当然很多人说 这样没赚钱也要讲 没错 这就是现龙老师 这么多来的一个坚持 要提供给大家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什么叫诚信 你会看到现龙老师的快打当中作战 每天有赚钱 没赚钱真的都是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那这个地方没有赚的时候 我们也都诚实讲 而不是像很多投顾老师 报了一大堆的股票 只拿赚钱的出来讲 赔钱的都不说 或者是把会员分成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到最后电视上总有一组会员股票 亮灯涨停恭喜大家大获全胜 有没有那组会员不知道 只知道你参加之后 怎么老师在电视上表演的股票 这跟你参加的永远不一样 是不是 那现龙老师都强调 我们要给大家的是专业 用心 有诚心的操盘服务 所以你看到 我们真的是有赚钱 没赚钱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而且我们坚持 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做赌博的动作 所以如果没有足够把握 足够胜算 我们也宁可休息 因为现龙老师说 做股票就像孙子兵法一样 孙子兵法说 奇急如风 奇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动如雷震 当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要懂得不动如山 但是等到发现 攻击机会来了 我们再来动如雷震 侵略如火 所以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去修兵 但是对我们看准的目标 要来出手 就像9月1号 我们发现威胜 前一天锁完掌停 隔日冲大户 隔天再拉高 吸引散户抢进之后 开始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 那天建立会员朋友 短空先卖 那天一早建立会员朋友 9点18分发出指令 2388微胜 短线机出面转弱了 定价93以上到93.4之间 都可以先做卖出 停损定在95 目标也定下来 那你看到那天后来 9点27分发出指令之后 最高又来到93.5 所以93到93.4 卖单全部成交 平均卖在93.2的价位之后呢 接下来反手下杀 10点多已经杀到最低88.4目标达证 那我们在10点01分通知会员朋友 早盘93.2短空先卖的威胜 下杀翻黑 市价89.2附近买回 恭喜大家 所以你看到有这样的机会 一口气赚个4块加差 12张一天就可以日领48,000 我们再来帮大家掌握 不只威胜这样赚啊 9月5号的金星科 也是发现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拉高吸引散户抢进之后呢 开始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又是短空先卖后买 那一天一早建议会员朋友 413.5到414.5之间 卖出6533的金星科 后来最高来到417 平均卖在414之后呢 顺利的反手下杀 10点半已经最低达到400.5 我们在402元通知大家 顺利的找盘414短空先买 402以下买回 又是12块价差 一口气这个地方赚12块价差 操作三张就好 一天又可以加薪日领36,000 有这样的机会 看准的目标来做把握 又是一个荷包满满的一天 这就是我们坚持 看准目标才来做出手 有机会我们再来一个 精准出击 这样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虽然不能保证大家说 哎呀稳赚不赔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神话啦 但是你看到8月份 我们就是这样精挑 这个精准出击之下 总共这地方出手 这个有成交的18次 12胜三负三合之下 胜率刚好达到8成 这个月9月份 目前这个地方出手13次 那总共这地方胜率 这个9胜一负三合之下 胜率再度超过了8成以上 重点是你看到赢亏相抵之后 虽然也有看错 哎我们马上就小赔就泡 那也诚实报告给大家看过 重点是这样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单月的累计报酬率 一个月就超过了18% 代表什么 代表你用百万的一个额度左右 来做操作 这个月已经很多人 帮自己加薪了 各十百千万十万 六位数以上了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重点是有技术有纪律的当冲 看准的目标才来做出手 用百万额度操作 帮自己加薪个十万月入十万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 当然我们要再三强调 我们虽然不能保证大家天天赚钱 但是你看到我给你的是 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也就是跟着我们做当冲 第一个当天待进 一定就是当天待出 第二个你看到一千多档 两千档 我们只找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操作 没有好人的机会 我们也宁可修兵 最多也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看准目标才要精准出击 而不是抱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更不会带你杀箭杀出几十趟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的股票 像今天我们修兵 所有会员朋友通通都修兵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修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说谎 当场就是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继续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现荣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采取盘中满手赚了这种 盘后空手高枕无约的快打当冲 采取这种看准目标 才要精准出击的操作策略 都欢迎大家 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会继续稳扎稳打 要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 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继续谈到 当今年年初大盘那时候 通过了一万八千点 突破一八零三四的一个高点 最高来到一八六一九高点 很多投股老师都还在跟大家讲 台股的基本面非常好 业绩大幅度成长 本益比很低 指数还会继续涨到两万 涨到三万都平民的往上喊 我们再三提醒大家 这时候技术面上来看 成交量在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没有过高 指标也没有过高 都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高档背离现象了 这时候这个加上美国结束量化宽松 Nestek已经回头跌破年限 资金行情开始扭转 所以我们说过 这时候行情已经有中期回档危机 风险意识千万不能少啊 所以你会看到 该提醒大家注意风险的时候 现龙老师都有提醒你 说后来果然在上涨21个月资金行情泡沫破灭之后 反手下杀 让投资朋友能够避开今年上半年这一波 下杀4500点的一个危机 但是等到7月5号跌到14100点附近 那个礼拜一大盘3000亿的剧量 重挫了482点出现个爆量长黑 加上融资断头卖压的涌现 散户又在绝望抛售股票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大盘技术面上来看 底部讯号一个一个出现了 随时有机会酝酿一波中期反弹 关键的时间点我也跟大家预告过 会在7月中旬台积电的法说 跟国安基金的例会前后 那这都是我们当时在支数低档 跟大家所做个预告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 在整个这地方经济面 仍然有许多下滑危机的情况之下 这一波我们仍然定位为 所谓的中期反弹而已 后来大盘虽然刹到13928 我们也没有改变看法之后 果然一波的反弹 这一口气涨了1500点了 当大家觉得没事了 又想要开始买股票的时候 我提醒过大家 小心了 指数这波下杀30天反弹也30天 但是没有过前高之下 接下来的时间结构 又要轮到什么 轮到空翻空盘了 而且在台币汇率扁破了30元大关之下 我也提醒过大家 小心外资要再度的出走了 台股这波反弹1547点之后 到这边很有可能会反弹结束 再度的震荡向下 往下彻底甚至跌破13928 我说过你都不要意外 这也在县隆老师 事先都有提醒过大家 包括那时候指数还撑在15000点附近 大家都说不用怕国安基金已经在正式政府已经在出手护盘 林底会有选举行情来启动的时候 我也都再三叮咛 真的吗 小心啊 外资再度出走 美股的空头走势没有结束 甚至全球股市都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这里的风险意识我都再三叮咛 要提高啊 当时都提醒指数的部分很有可能再下沙破底 那当然现在台北股这个你看到台北股市又下沙破底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行情都在县隆老师的一个规划之中 那当然为什么我能够去掌握 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做股票不是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而是要懂得从指标去抓转折 从筹码去看人心 从价量去看未来 能够学好技术分析 真的能够去掌握到指数的关键转折 而这些这个像县隆老师 操盘级技术分析的线上教学的第三课 掌握指数转折的关键密码当中 其实都有在教大家 当你学会这些 你会发现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行情有高档要转折往下的风险 要居高思维了 什么时候大盘有低档转折往上的机会 可以逢低来做布局了 这样至少学会这一课 你就有机会晋升为高手了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呢 当然指数现在 今天跌到最低134466 继续的破新低 哇看起来行情又是最恐慌的时刻 消息面力空不断 FED在放音 这两天报纸也在说广搭也要砍订单了 不惜要付赔偿金 外资内资都在调降平等 这个央行呢也在实施外汇管制了 哇一连串的利空出来 这时候台股再破前波13928低点 而且是在这个礼拜已经三个交易日之内 两度就重挫300点 又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加速赶底的现象 但是这波杀下来 你会发现礼拜一重挫340点 融资大减了66亿 今天再度融资这个这个再度的下沙 融资有可能再度的减少 这都代表什么 散户又在这个地方破底之后 被认赔在杀出之中 那散户认赔杀出了 重点在这波加速赶底的时候 杀盘取量发现了 前阵子大盘 我都说反弹量已经在这个趋势转弱 那现在杀盘取量之后 5日均量反而大于10日均量 量反而出来 量的趋势有在转强 那偏偏散户在卖 股票是这样不会变少 对不对 散户在卖 股票跑到谁手上 谁在买 对不对 今天杀出了2246亿的量 当然有人在卖 一定有人在接 才会有这么大的量 所以重点这个时候 你要去思考 散户在卖 通常就是大户来减股票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当指数在破底的时候 融资大减 量的趋势也在转强的时候 技术面再次孕育到另外一次破底之后的反弹 但是我要强调 我不是说反弹就好 你的股票就可以抱着 等到反弹上去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在接下来行情的重点 会在不同的产业景气好坏 会差非常的大 有一些股价趋势 这地方也会大不同 也就是很多产业 我说过真正景气的寒冬 还没有见到 包括了航运 二三线的半导体 包括了我们所说的这地方 笔电 还有包括手机 这些景气 未来趋势还是向下 反弹之后 当然都还是有可能这样 继续的破底 所以这种股票 你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然后懂得持股的太弱则强 但是有需求持续强劲的 例如我们说的电动车 数据中心 在直数值这个反弹的时候 甚至就有机会大涨五成以上 甚至创新高上去 那如果你能够把那些景气 未来会向下的股票 还会破底的股票 现在该怎么做 当然不是抱着 而是懂得换股操作 这地方找到 有机会大涨五成创新高的股票 是不是就更有机会 能够帮你反败为胜回来 这是对大资金波段的投资朋友 会建立大家 这里要懂得太弱则强 金权有爆发力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金权潜力股 把未来业绩向下 有可能会继续破底的股票 换到未来会创新高的股票 例如说举个例子 大盘上一波反弹 那我们之前推荐4770的上品 这个半导体 金源厂资本支出大增之家的受惠者 订单涌进之下 业绩创新高启动成长动能 法人卡位布局之后 股价不涨则已 这个八月份一口气 从我们当时260元以下 买进布局之后 涨到最高396 那我们在八月31号那一天 建立会员朋友 8月29号那一天 建立会员朋友 260元以下买进的上品 360元以上来做卖出 你看有人卖个10张 就这样一口气 赚个100万入袋了 大盘只是个中期反弹而已 哇买对股票 10张赚个100万回来 不是不可能梦想 所以你会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讲 要懂得精选 有爆发力产业 有业绩成长动能的好股票 来做逢低布局 而现在 我们也在这波指数下杀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档 高功率电池大厂 正受惠于数据中心 跟电动车市场的需求 大幅度成长之下 成功斩获了大订单 业绩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最近也是有在这地方 融资大减散户杀出之后 大户进货的信号出现 这种个股 我们就会来做留意 如果投资朋友 想要做这个波段布局 提醒现在 风险意识仍然要有 但是好股票 可以开始注意 人气我取的机会 但是记得要精选 有爆发力产业 业绩真正在成长的 精选潜力股 当然对小资组来讲 我知道 大家还是会担心 第一个 现在台币汇率 仍然没有质 质贬回升的现象 而全球经济下滑的 一个系统性风险 我们坦白说 也还没有解除 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说 担心这些风险 那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操作策略 你就会了解 仍然是我们所说的 快打当冲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这种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想做当冲 只是没时间看盘 更多的投资炮 看了半天的盘 自己想要操作 结果只会凭感觉 追高杀低 跟赌博没两样的结果 到最后常常赚小钱 反而赔了大钱 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来加入 有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那针对当冲 你会看到 我们每天不是盲目 追高杀低 而是按照专利SOP 第一步观察盘是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则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有攻击盘 当然我们才做短多先买 但是碰到像这个月 大盘在整理 我们就采取短空先买为主 包括了像这地方 找到威胜 这样子 隔日冲大户 前一天锁完涨停 隔天还在拉高 但是反手出货了 转弱讯号出现之后呢 我们建议会员跑短空先卖 那一天一口气 从这93.2卖出 杀到翻黑 89.2通知大家买回 4块价差 12张一天就是加薪 日领48,000 一天就赚了48,000 放进口袋 不只那一天赚 对不对 阳明光这地方2块价差 10张也有2万 金星科12块价差 三张一天就是日领36,000 又赚进口袋了 只有9月8号的金星科 我们小赔2块钱 先收回资金 宁可小赔 有疑虑就收回资金 拒绝大赔发生 我们也诚实报告过 那接下来 9月13号 威胜又赚1块半价差 9月15号创意 又是12块价差 两张就可以加薪日领24,000 了 宏达店1块价差 20张又是加薪2万 20号再做一次威胜 小赚1块价差 再来9月21号的 保龄付 1块半价差之下 8张也有1万多入袋 南店前天也有4块价差 6张又是领24,000的机会 就是这样的操作之下 你看到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休兵 坚持不拿会员盘的血汗钱 去赌博 就这样看准的目标 才出手 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之下 9月份我们当冲 出手13次 9剩1副3合 每一笔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累计报酬率 目前又单月超过了18% 对不对 100万额度操作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个10万20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利用这样的方法 用最小风险掌握赚钱机会 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的 把握现在这地方 今天感恩这个教师节 我们特别推出的教师节感恩特点 也庆祝我们快打当冲 9月胜率再破8成 特别推出只要6666的专案 今天倒数一天 广告休息时间就欢迎来做把握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吉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推介 02278109009 278109009 运达同步 高老师 吉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09 2781090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面对的全球经济 仍然有持续下滑的一个风险 县荣老师再三强调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这个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 仍然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计划内容很简单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待进 一定都会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当有好的机会 我们会看准目标出手 那今天这地方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不拿会员盘的血汗钱去赌博 但是当我们看准了机会 像这礼拜一操作蓝店 发现基数面转弱了 建立200元以下 短空先做卖出 接下来一路的走低 收盘收最低193 我们196通知大家买回 至少就是4块价差啦 100万做个6张 一天就有机会加新个 日零24000放进口袋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来把握 当然目标还是像这个 威胜 这样子93.2卖出 89.2买回 4块价差 操作12张 一天日零48000 像金星科 卖在414 买在402 一天加新12块 这个一天12块价差 三张一天就可以加新36000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会帮大家 看准目标才出手 赚钱才能长长久久 这个月胜率再度超过八成 九胜一复的成绩 这个地方累积报酬率 超过了18%之下 你会发现 只要方法正确 一个月白万额度操作 月入十万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记得把握这一次 教师节感恩特点 只要6666的专案活动 指名加入 又有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